歡迎我們的 楊俏碩 來 給他們熱烈的掌聲尖叫好不好 帥哥 帥哥 揮揮手打個招呼 曲憲平 曲憲平在哪裡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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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子妍 站在前面這邊 對 來 揮揮手打打招呼 也是以前我們大學生的同學 林子生 林子生 揮揮手 接下來是我們的寶兒 接下來登場是我們簡廷睿瑞 接下來是張廣誠 小鮮柔一個 接下來登場是掰掰啾啾 小鮮柔 可以開心一點嗎 很帥氣 許光漢 好 接下來登場的是我們又可愛又性感的黃新帝 接下來上場的是徐一帆 想想為什麼 但是又快樂 那種台客的感覺 陳佩琪 佩琪姐 正在發射 平行時空快速 接下來是我們的帥哥 王以倫 Babby baby 你懂不懂 接下來是康威的五年 我們喬王組合的王子 哈囉 帥帥帥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巧巧曾志强 哈喽大家好 好我们所有演员呢 我们先这个赞成一排 让我们的媒体大哥朋友们先拍个照 可以稍微靠近一点点 因为你们人真的太多了 你们感情应该还算不错吧 稍微靠近一点 你要爆什么料是不是 来 先拍照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首映会呢 同步会在东森创作YouTube频道 东森娱乐粉丝团 以及LINE TV等网路平台进行直播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今天现场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可以在网路上面直接看到 我们等一下还有另外拍照的时间 我们先大概捕捉一下 全员到齐的感人画面 好 那今天其实还有可惜啦 其实我们还有 郭树瑶也有参与这次的演出 但是呢因为他今天人在有工作 无法前来 好 好来我们接下来呢 来我们请所有的演员 我们依依来跟我们大家打招呼 讲一下自己在剧中的角色 那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有在网路上同步播出 所以记得跟镜头前面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我们首先请曾知乔 来帮我们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好 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 还有镜头在哪也不知道 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曾知乔乔乔 谢谢 我在消息立正我爱你 饰演的是钟绍希的角色 他是一个看似非常大哥性格 但是心中却是非常少女心的一个很反差的角色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 就是烧息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就是立正了 哈啰 大家好 然后各位媒体大哥 还有非常多辛苦的工作人员大家好 等这一天真的等得蛮久的 因为我们拍完将近了五个月吧 然后后制的人非常用心的帮我们把作品做到非常好 那我在戏里演的是严立正这个角色 是巧巧的未婚夫 他个性有点孤僻 然后要求完美 如果能做到一百分 就不会容许有九十九点九分 那希望大家这个暑假可以陪我们一起回到青春的时光 谢谢 嗯 接下来请以伦来跟我们讲一下 好 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媒体大哥大姐们大家好 我是王以伦 那我在《稍息立正我爱你》里面 饰演的是王靖里 是乔乔的追求者 对 然后王靖里 是你追求我 对 我是你的追求者嘛 对不对 你追求我 你不要撇得这么清楚好不好 继续介绍 等他们看嘛 对不对 好啦 那我就是在饰演的境里呢 她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人 那一开始她对感情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她喜欢收集各种不同的女生 什么文青的啊 辣妹也好啊 什么就是收集起来 那最后是因为乔乔的角色 钟绍希让她改变了她对爱情的一种看法 所以希望这个暑假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支持 然后一定要锁定 《稍息立正我爱你》 谢谢 好 接下来请佩琪跟我们聊一下 佩琪跟我们聊一下 各位贵宾 然后各位长官 然后还有各位镜头前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佩琪 今天我是来《稍息立正我爱你》的首播记者会 那我在这部戏里面呢 我不是演坏女人 我也不是演老师 我今天在这部戏里面 我饰演的是比我实际年龄还要再小一点点的年轻辣妈 一个38岁 然后有一个17岁女儿对不对 你17嘛 17岁女儿的那个 要确认一下再看一下 对对对 不像对不对 像16 很像 一个年轻辣妈 然后呢 在里面的打扮呢 非常的fashion 然后呢 非常的性感 那我这个表现呢 也会非常的外放 那希望可以在这部戏当中 在每一个礼拜天 带给各位朋友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不记形象的演出了 然后希望呢 然后呢 就是没有预算上线 然后 无所不用其极的 对工作人员好 对演员好 每天都不知道 把我们喂饱饱吃饱饱照顾的温暖的一个剧组 真的很谢谢你们 超棒的 真的 这样子温暖的剧组是所有的演员都愿意 所以请全力来为他演出 是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尽全力的把戏剧演好 真的很棒 谢谢 好 接下来 徐亦凡 大家好 我是徐亦凡 OK 我简短一点 我在剧中饰演钟润发 饰演少溪的爸爸 立正的未来的状人爸 我私底下就是这样子 不要配我的那个 剧里面的外型手片 不过很开心能够接到这样的角色 是跟以往的角色不一样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希望在里面的演出你们会喜欢 继续锁定 我们少溪地震我爱你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黄欣帝 各位长官还有各位贵宾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欣帝 在少溪地震我爱你 我是饰演李如平的角色 这个角色是 中少溪的好朋友 然后她是一个很有粉红泡泡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爱情小说家 所以都会帮到忙 就是少溪的爱情顾问 但是都是帮她帮到忙 然后我觉得 我们真的期待这一天 期待了很久 从开拍的第一天 然后期待到今天首映 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大家看到这一部剧一定会觉得 会让你们心里都很有感动 是一个老少嫌疑的电视剧 谢谢 好的 谢谢新帝 许光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许光翰 我在序里面饰演的是小宇同学 然后她其实是一个 呃 臭鼠啦 然后 妈宝 讲话又很酸 常常会酸 就是乔乔饰演的中歌 那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 她算是这个剧中 大家的宠物男孩 就是大家都可以欺负她 跟蹂躏她 那也希望你们 可以多多支持这部作品 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 好 好 接下来有请拜拜啾啾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拜拜啾啾 我在 我在这部剧里面饰演的角色是男士 就是一二三士的士 因为当初在想名字的时候 就想说不要跟男一跟男二抢光芒 所以就决定了男士这个名称 然后在每一集 会不会跟男士角抢光芒 好 没关系 然后在每一集 都会以不同的身份 跟不同的角色个性出现 然后希望大家觉得她是一个好的彩蛋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有请张广成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广成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 调皮捣蛋的大毛 那在班上喜欢跟中少熙作对 然后跟严厉正有很浓厚的兄弟情谊 请大家期待 谢谢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简婷睿瑞 哈啰 各位长官 媒体大哥大姐 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简婷睿瑞 那我这次在熟悉立正 我爱你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白白白若琳 那我在里面是 爱慕严厉正的大学同班同学 我觉得这次 呃 这个角色对我来说 算是一个蛮新的挑战 那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风貌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有请宝儿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宝儿 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依依的角色 那我跟少熙是死对头 对 是不断不断欺负她的一个学生 那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结下了一个梁子 然后直到大学还是有柬埔顿的姻缘 那希望大家可以期待这部偶像剧非常的好看 制作团队非常的用心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林子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子山 我在小视力这里面饰演的是小二 然后我跟宝儿还有痘痘 就是三人是反派角色 反派 对 没错 然后在第一集里面我就会揍钟绍希 大家期待 谢谢 哇 揍钟绍希 好 接下来何子妍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何子妍 然后我们是一个少女团体 一二三 我是里面的珊珊 然后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就是暗黑板的SHE的感觉 哈啰 就是我们非常喜欢使坏 然后对女主角就是用尽各种手段来欺负她 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嫉妒她 就是不是真的坏 我们心里其实是善良的 然后也非常的孬肿 就是到大学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 然后我觉得这部戏非常的疗愈 然后也很可爱 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谢谢 谢谢 紫妍 接下来曲宪萍有请 大家好 我是曲宪萍 然后我在剧场面饰演阿克 我跟王敬离还有小剑 我们三个人饰演的是三个三剑客 然后经常会出一些鬼点子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杨俏硕有请 大家好 我是杨俏硕 那在戏里面都被他讲完了 我是晋离跟阿克的同班同学大学的 然后我们也是很挑一捣蛋 对 在戏里面叫小剑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到了 所有演员的这个介绍 不容易喔 有没有 演员介绍完就半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呢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我们接下来有个非常精彩的片花 我们先有请所有演员 我们一起坐到前面跟我们欣赏这个片花 好的 有请 因为这个所有演员 其实他们应该也还没看过这个片花 好 相信大家也很期待 超想看的 超期待这一天期待很久 因为在拍摄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他剪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拜托大家打起精神好不好 对 接下来这片花呢有18分钟 但我相信他的精彩程度呢 你完全会觉得好像只过了三分钟一样 来 我们先有请演员 坐到我们位置上面一起来欣赏我们的片花 当然呢 今天现场还有很多贵宾 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片花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 魏彩诸事会社的 忽田玉生先生 嗨 欢迎 你好 各位大家会一个手好吗 嗨 在哪里 嗨 嗨 你好 你好 嗨 嗨 嗨 你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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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欢迎 在这边 好的 还有我们的力TV影运长 谢宏林 嗨 这边 这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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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让大家知道呢 这个《骚席丁》《我爱你》 除了在电视上 能够在中世纪东森戏剧台收看之外 线上还有LINE TV爱情 那当然呢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是投影的关系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颜色稍微有点跑掉 所以其实呢 到时候我们有完整本 放在网络上面 让大家欣赏一下 那我相信呢 其实现在大家慢慢长大了 对于这种 可以把我们的初恋 然后大家刚刚在看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还是会回忆起 当时的那个青涩 然后那个感动 那像这一部可以把这个初恋 把这个爱情 把亲情 把友情能够描绘得这样 又轻松又深刻的作品 真的不多见 真的大家好好好的支持 我们的稍息立正 我爱你好不好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有请呢 我们几位剧中的演员 上来跟我们再聊一下好吗 我们有请 曾志强小桥 王子 倚伦 陈佩琪 徐亦凡 黄新帝 许光汉 一起上台来 跟我们分享一些拍戏的心得 大家刚刚没点掌声好不好 大家看到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 你们看到的一分钟的画面 说不定我们拍了好几个小时 才能够呈现这样的一分钟 所以真的拍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有演员看到自己的作品出来的时候 心情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的 对不对 超激动 来来来 中间站一下 你干嘛学我 还有个 CPCP 好 我们有些问题要问几位 因为这次 乔乔是演这个钟歌嘛 其实在戏里面欺负了我们几个男生 都被他打得蛮惨的 他们被打的都是有原因的 大家请 请收看 欠打 就是欠走 好色或是什么 被打了一下 白目啊 好色啊 臭俗辣啊 就被打了 但是我真的要问一下这三位 三位 算是男生等级的 这次在里面分别被他不同的修理 如果真的在现实人生中 出现一个像乔乔这样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外表这么漂亮 但是他其实很凶 等女生跟你告白的话 你真的会可以接受这样的女朋友吗 我的野蛮女友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要三次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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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三次 三次干嘛 三次才决定要不要 要想一下哦 真的真的要想 因为被打三次就习惯了 对对 要想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 不是你原本的理想型就对 其实不是 不是 我还是比较喜欢温柔一点的 嗯 对对对 那乙伦呢 我喜欢 呃想法野蛮 可是不要真的很野蛮 哦 不要有动作 不要动粗 对 不要动粗 对 可是想法我觉得很open 是可以的 哦 所以两位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是喜欢温柔一些的女生 应该是这样讲 对 算是 我算是 好那光瀚呢 你觉得 被摔感觉也不错 所以你是 真的假的 所以他是他 他喜欢 他喜欢 没有 还是喜欢像他们 还是温柔的女生 但是 好像偶尔被摔也不错 偶尔搭 偶尔一些情趣可以 对 偶尔一些情趣感觉也不错 好 配对成功 OK 好 就这样 恭喜两位 恭喜两位 不要偶尔配啦 我们讲真实人生不一样 好 那我们要先问一下两位啦 两位这次在戏里面 其实演的是这种 很自我为中心 很自恋的这种 但在真实人生中到底两位谁比较自恋 这个问你们不准啦 我们问别人 当然觉得不太一样的自恋方式 你们两个先讲 我再问他们 我的话 我是很祝 很多方面都很自恋 就是 不管是 我对于我的 比如说我们的预告 30秒预告我可以看超过100次 然后 而且做你眼睛看不到别人 只有看到自己 没有 也会看别人 会看别人吗 而且我自恋到 比如说今天片花出来 我跟你说 我的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跟我的亲戚 全部都会收到 对 我会宣传 绝对不会有人漏过 冤青寨主都会传一片看 而且我想说片花即将上映了 我的手机名单已经有 差不多100位的艺人 我想要麻烦他们帮我转发 对我已经拟好名单了 尤其今天这个这么好看 你一定要叫他们发 一定要发一下 片花真的很精彩 这18分钟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结束 完全意犹未尽 而且我刚刚边看就边天呐 眼眶泛泪这样子 剪得很用心 真的太感动了 感谢 但我刚不是在问你说自恋 你跟我讲这干什么 自恋就是说你其实 我很喜欢自己的作品 不管是广告啦 戏剧啦歌曲 所以18分钟你会剪一个 其他人都马赛克 不会不会 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版本 完整的 所以我很 那你跟乙伦你觉得谁比较自恋 我们两个吗 我觉得是你哦 有可能 对 王子就是经过任何 会反射到自己的物品 都会看一下 这是真的 可能经过车窗要看一下 对 上次吃饭的时候 你干嘛看着我的汤匙 因为有我 太夸张 或是人家的太阳眼镜啊 就会在那边照镜子 saddle头发 所以其他演员也 诶 那个曾志晓 你跟自己这样 你跟他们相处 如果你来评理 你觉得谁比较自恋 当然是邱声医啊 好吧 那就恭喜王子得奖 对啊 这有什么好讲的 好 但再来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两位 因为两位这次是 睽違五年之后 重新再合体 大家中间想说 哇 瞧王瞧王 怎么瞧那么久 居然五年之后才合体 那这次合作感觉 也很开心 但如果要你们两位演像 佩熙她们演的那种 台客CP 爸妈这种 OK吗 如果下一步 你是说未来吗 未来 我可以啊 非常乐意啊 对啊 对啊 我们 如果我们有一天 可以一起演别人的爸妈 好像蛮酷的 好像我们的时代就过去了 哈哈哈哈 好好讲话 你在这么多讲话 不是 不是 年龄成年龄四 现在年轻人怎么了 你确有伦理好不好 不会聊天嘛 不是 对不起 嘖嘖嘖 你是说就是演这个年纪的状态 这个年纪的时代 因为真的状况 我比较例外 有谁像我一样同时间有三部戏上档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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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哦 收视率的保证 厉害厉害 对啊 所以是愿意解在的收视率无起跳 当然 所以就反正就是OK啦 什么角色都可以尝试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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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之前我有问题想要再问你一下 好 就说你这次演的角色是会打架啊翻墙这样的角色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17岁左右的时候 你还是在其实是sweetie 很甜美的状态 今天如果back to 17 你回到17岁 叫你两个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哪一个 你说会要被出道是不是 就说你要选像 你会选哪一个比较像你这样子 我觉得人生不可能重来 应该是会一模一样吧 还是曾经这样走一次 对 我觉得还是会这样子 所以这次演这个角色 你会觉得对你来讲是 在扮演还是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一次哦 我觉得有点 我有一种使命感 因为时间是不可能重来的 时间是非常用很公平的方式 一直在往前走 每一个人一天就只有24小时 所以即便大家嘴巴上说没有任何 没有后悔 但是因为后悔也没个屁用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 时间是最珍贵的 所以我有一种使命感 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想要替自己 替所有在青春有遗憾的人 再活一次 然后大家看了这个戏之后 带着这样的勇气还有初衷 永远不嫌晚的去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 说得很好 因为其实说在17岁的时候 大家在兵荒马乱的一个青春期 那时候就算有初恋常常乱七八糟就过了 对一个moment就错过了 对 然后我觉得当演员最幸福 就是你可以重新的体会那时候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重新回到当时的感觉 对对对 恭喜你们演到这么棒的戏 17岁的时候你演我老师 十年前的时候我演过一部戏 我是演你们的老师 对对对 现在你们是主角 我在旁边主持 很好 也没有不好啊 主持人没有不好啊 主持人没有不好啊 干嘛抱怨 对不对 我有钱你们没有没钱 金马奖 对对 金马奖 对对对 差点忘记 好 但是王子要问你一下 就是说因为这次你在这戏里面的角色属于那种面贪男 就贪掉了贪 对 就是塞面这样 然后这样子 因为看到女生属于比较害羞 现实人生你在谈恋爱也会属于这种比较轻的吗 我其实还好不会不会那么轻 我觉得我私底下的个性跟角色有点落差 所以一开始我其实蛮压抑的 就差点忧郁到真的心情很不好 连家人都说你有没有拍戏不开心还是怎么样 因为拍戏那个角色多少跟你人生会羁绊住 对对对 因为我是那种比较欢乐的人 但是在里面都不能 导演就说不行不行 有一些cake就是这样太求生意了 回来一点回来一点要严厉 再臭一点 对再没有表情一点再冷漠一点 但我觉得这部戏对我感觉就是真的 拍完像真的是谈完一场恋爱 对 所以如果有一天这只小交男朋友 我会有失恋的感觉 换句话说 今天有个男生想要追他的话 就要先跟你溝通一下 我会帮他看啊 对吧 是吗 我可以啊 他好像管蛮紧 他的眼光跟你眼光谁比较好 就是他帮你看男生的眼光 嗯 我觉得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吧 应该差不多啦 差不多 对因为你们两个真的超级要好 所以他也蛮了解我的 你要帮他把关清楚 因为你角角很棒 对很棒 好谢谢啊 像你就可能也蛮棒的 哦 哦 OK 十年前哦 好 接下来 以伦 这次其实说这次所有演员 全部都算是逆龄演出 对不对 然后大家对不对 哎你干嘛心虚 我没有这个意思 哈哈哈 大家都要回到高中哦 要演高中要演大学生哦 对 其实里面只有你是真正最接近这个年纪的 对不对 差不多可以这样讲 算是对 对 演起来会不会觉得说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不会耶 对我来说反而是比较自然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不用刻意去装成一副很成熟的样子 或是其他在生活中没有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差不多这个大学的年龄 所以我觉得很自然的去表演这个东西就好了 就已经是正常的大学生的样子 那这次有被瑶瑶倒追对不对 现实生活中会排斥这样的情节吗 被女生倒追吗 对啊 我当然不会 我们最爱的女生很主动啊 我们可以省点事是不是 对 就是因为正常大家会有一个观念想说 男生正常都要比较主动嘛 可是其实真的有一个女生来追你 很主动的去追你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 哎呦 就是他好有心 然后我好想要被照顾这种感觉 对 听起来属于比较懒惰型的男生 对对对 喂 其实就是 不会啦 其实会特别去珍惜这样子女生的心 对 会很珍惜 是不一样的感觉 好 那佩琪姐呢 这次可以说跟以往的系录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 享受这次的这个戏录吗 他非常的开心 而且对我来讲 他就是一个非常抒压跟外放的角色 然后在演的过程当中跟那个亦凡啊 我们两个就是竭尽所能的逗笑 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甚至就是 如果那一场戏 比如说那个摄影师啊 或者是跟交手他们没有笑场的话 我们就觉得失败 演员其实最大的乐趣是逗乐的摄影师 对 你看到摄影师 而且摄影师真的是差别很大 而且你知道我们有一个跟交手啊 他每一场几乎都是爆笑 对呀根本就没办法拍 对他都会害我们NG 然后我们就要一边逗他 然后一边还要禁止他说不准笑 如果我们NG是因为你的话你就玩了 后来没有拿大力胶把他嘴巴处理一下吗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不是剧园上面机械的 现场收音 对 不是我们是说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现场直接机械的 是FREESTYLE FREESTYLE的感觉 所以呢像王子啊 这种最最恐怖了 像王子他的角色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经常现场拍一拍 我们可能我跟老公可能天外飞来一句话 他就笑了 他就做工了 就NG了 就NG了 然后在我们心中就觉得中演员很不负责的 都害别人这样 不会不会 但真的很好笑 这些可能在幕后花絮有用到 都会放出来 对 而且重点是摄影师真的是差别很大 拍到我们男生就是比较很正经 没表情 一拍到佩琪姐哇 超认真的 那个胶都跟超紧的 因为他里面非常风情万种的感觉 对因为他的身材非常好 然后穿得非常辣在戏里面 因为他们怕说万一没有更好 我会回头瞪他 到底要几次 坏女人回来 坏女人回来 没有啦 好 好 谢谢 谢谢的分享 亦凡呢 这次因为演的是比较像是 大家会害怕的黑道大哥 他其实不是黑道大哥 为黑道大哥 人脉很广 这个角色真的是 跳脱以往的那种角色 非常开心 能够接到这个角色 其实坦白说 其实私底下楼 我就是这个样子 哈哈 你刚刚不是说不是 本色出演 是吗 刚刚是 我现在是坦白说 对 其实是 开心果啦 在现场是开心果 常常都有那个王子笑 对 而且我们如果演戏看到 有一个剧中演员 他必须保持塞饼 你不逗他会觉得 哇 没有 我没有刻意逗他 我就是台词丢出来 就爆笑了 对 就你后不太住 对 我后不太住 我要很认真的演戏 然后就 就没办法 好多次 所以这个戏为了你这样笑出来 增加多少预算 因为多拍很多天 对 没有 没有 我还是有忍住啦 当然 这是专业建议 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 辛迪哦 因为这次这个 戏里面的角色 其实是有点被霸凌的角色 对不对 就被欺负嘛 对 但是那现实生活中 是一个正妹的瑜伽老师 会有很多人追求吗 为什么你的问题这么奇怪 就他们写的哦 有这一题吗 不是 我要 这真的有啦 我看一下啊 会有爱护者吗 好啦 真的有啦 对啊 不是 我要问 想要你不要那边乱问 你自己想追求 就加在里面 没有 我也是你自己的问题 他们写的啦 来来来 那你的line是什么 没有 来 请回答 不好意思 他们写的啦 好像没有欸 因为我平常还蛮窄的 所以完全没有感觉 任何追求者 巧巧也知道啊 辛迪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一个演员 他讲台词都有一种 ㄎㄧㄤㄎㄧㄤ的感觉 对 很飘欸 怎么会这样飘 但是 如瓶就是需要这种 有时候我跟巧巧讲说 如瓶在这场戏 就会有一种 ㄎㄧㄤ感 就有一种喜感 他活在地的世界里 连平常讲话 都会有一种 ㄎㄧㄤㄧㄤ的感觉 一把人真实过去 很讨喜 很讨喜 就因为觉得他在讲话的时候 可是他的台词 好像飘在上面 对对对 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蠻特别的 質感的一個演員 對 好 謝謝你啊 那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要跟大家講一下嗎 我嗎 阿不然是光漢嗎 知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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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勒 大概什麼型 你喜歡什麼型 跟大家講一下 喜歡 我覺得感覺比較重要 就是 像那樣就這樣可以嗎 沒有這一題 不要搞笑 要相處才知道 相處相處 再約再約 再約 不是怎麼講什麼 光漢光漢 跟大家聊一下 你今年才26歲 可是其實已經演過很多不一樣的角色 然後都演得很到位喔 沒有沒有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到底是經歷過人生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把戲演這麼好 我沒有經歷過什麼 只是就是 憑直覺吧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還蠻用 蠻相信自己的直覺 就覺得那個 這個角色是這個特質的話 那我就會朝這個方向一直往前 剛好啦 運氣好了 沒有沒有沒有 太客氣了 其實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在台上 包含現在還出來台下這些演員的 每一個人呢 還有我們製作團隊 大家都是很用心很認真 然後 如果在很好的製作環境裡面 其實每一個演員 都會把自己的百分之一百 甚至兩百 全部發揮出來 所以這次真的我覺得 大家碰到了很難得的製作 那大家也是這麼的努力 所以才有今天這麼好的結果 所以真的誠心希望 大家 從後天7月30號開始 每個禮拜天晚上鎖定 10點中式的播出 以及8月 完了 6號 每個禮拜天晚上 6號 靠錢 這也還好吧 8點號 東森季劇40台的播出 這段本來沒有要講這個 是我硬要加的 謝謝 奇怪 上面沒寫嗎 接下來我們請收演員 我們來做一個儀式 好不好 拿出我們大的紙飛機 好 我們來一起來 讓我們媒體朋友拍個照 因為這個紙飛機 代表我們很多青春的回憶 我們把這個青春的回憶這樣丟出去 記得機頭往上 因為我們這個 收視率是一路狂飆的感覺 希望你們這個收視率 迫起迫起的記者會 我再幫你們主持啦 好不好 稍微讓那個機頭是往上 好 你們自己要早飯吃喔 來 給我們媒體朋友來拍個照片 來 先看中間 好 中間看一看 中間 中間偏上面 來來來來 然後再中間偏中間 然後再中間慢慢往下面 好 接下來往你們的右邊慢慢的偏過去 來來來來來來來 右邊慢慢轉到右邊 右邊 右邊你們的右邊 你們的右邊 接下來再轉回你們的中間 再轉你們的左邊 你們的左邊 左邊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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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等一下還會有分組的拍攝時間 來 中間再來一張 中間這個 穿白色吊嘎這位大哥 來一張 好 好 飛機要注意喔 往上飛就對了 好 等一下我們還會分很多組來拍照 好 今天我們剛剛提到其實除了我們三鳳之座之外呢 今天其實我們這部戲的導演叫做黃天仁導演 是個大導演 那他今天其實在外地工作 要不要其他應該要來現場的 其實這一部戲要好齁 導演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好 謝謝謝謝 請留步一下 接下來呢我們還有小飛機 這個小的紙飛機呢 是我們要設向各位觀眾朋友 但不是紙飛機而已喔 裡面有我們這個禮物的兌換券 等一下是接到這個飛機的可以換禮物 聽說今天呢我們三鳳特別準備了一千多萬的房子一間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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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 其實希望你們想要接一點 好不好來 我們大家往前站 不要急來往前 我們站在這邊邊 因為攝影大哥他們要拍吧 他們就比較不用接 你們盡量丟遠一點 往上射 然後那邊幾個人可以往那邊射 但是我們先來拍攝一張 大家一副要射的樣子 欸 怪怪 一副要射出紙飛機的樣子 來 我們把這紙飛機好像這樣往上準備要丟 還不要丟不要丟 先這樣做動作 停住 好 大家可以單腳這樣子 好像要丟出去的樣子 對 你可以說我要射了 或是我要丟了喔 不要 還不要 等一下 來 先看上面 來 我們來 我們右邊那邊粉絲很多 我們看一下那邊 讓他們拍一下好不好 今天大家很辛苦 各位粉絲朋友很熱情 今天來支持我們 好 來 中間慢慢轉到中間 來 中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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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要射出去 還不要射 再憋 再憋住 憋一憋 好 接下來 左邊 左邊這邊也有我們的粉絲朋友 好 這邊 左邊 好 你們等一下這個攝影機 等一下這個攝影機 好 好 因為我們這邊 這邊大哥還沒拍 小心 那個線有點卡住 沒關係 好 不好意思這邊大哥 你們可以來 來 我們看一下這一區 好 好 來 這邊有嗎 好 左邊這一張 左邊再來 左邊再來一下 左邊再來一下 我們等一下還有分組拍照的時間 沒關係 好囉 好 接下來 接下來這個拍動新聞的 我們在321之後 大家把飛機射出去囉 你們盡量往上面丟 往上面丟 攝越高越遠好不好 代表我們收視長紅 大家可以往粉絲那邊丟 他們很多想要接 來 我數到3一起丟出去 比較壯觀 我們還是要集合一下 還是集合一下 來 1 2 3 請丟 打我幹嘛 不知道我演就算了 還打我 還在還在 已經有拍到照 你們去那邊丟了 已經有拍到照 你們去那邊丟給他們了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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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拍過照 你們現在自己丟 自己丟好不好 好的 丟完飛機的所有的這個 演員朋友呢 我們請台上請繼續集合 我們有請我們所有演員 請台上集合好嗎 我們所有的演員 我們請台上集合我們來進行 最後的拍照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進行最後的拍照 然後我們現在一組拍照之後呢 等一下會有我們電子媒體聯訪的時間 以及我們最後平面媒體聯訪 在我們的房間裡面 來 我們第一組 全部演員 全部演員 第一張照片是全部演員 全部演員 你們自己決定怎麼站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們的關係怎麼樣 誰比如說不喜歡站誰旁邊 還是站在誰旁邊 看起來臉會比較小 這你們自己決定 好不好 可以有點層次嗎 有點層次嗎 男生蹲前面好不好 男生蹲前面好 男生蹲前面 男生蹲前面 那女生在後面 我 好 來 穿褲子的男生來 來 偏抬了 偏抬了 這邊來一點人 這邊來一點人 你往這邊站一點 那王子跟小小在中間 好 大家一起往後面 這樣光比較好 大家一起往後 大家到背板那邊去 大家再往後一點 往後一點 往後一點好不好 來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稍微往後一點 再往後 來 往後三大步 四大步 這位置可以嗎 這個位置好不好 這位置比較好 來 我們男生有褲子在前面蹲著 然後後面一排女生站 來 我們再往我這邊移動一點 因為看後面 稍微立正 我愛妳的背板 以那個為中間 抱歉 抱歉 好 以這位白色吊嘎的大哥 當中心點 來 來 一起往前 這一組呢 有請所有演員 一起來幫我們拍照 好 一起比個愛心好了 小小現在比了一個愛心 大家一起來愛一下 小心立正 接下來就我愛妳 好 全部演員 這是我們今天到場的十五位演員 大集合 來 好嗎 我們還有 這邊 這邊還有 這邊大哥還沒拍完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有請高中組的同學 高中組的同學 因為這部戲橫跨高中到大學 曾知橋 王子 以倫 心弟 許光翰 張廣誠 姊廷 寶兒 林子山 高中組 那其他同學 我們站在旁邊 其他人先站旁邊 我們還要分組齁 剛剛我們念到那些名字來合照 剛剛我們念到那些 包含 巧巧 王子 以倫 心弟 光翰 廣誠 解廣誠 寶兒 林子山 那我們讓那個王子 跟那個巧巧在中間 那其他人來分配一下怎麼站 好 站著也可以 對不對 旁邊三個女生 這樣好 好 感情 哇 我長大也要當王子 好好 好來拍照一下 來 張建仁大哥 來 張建仁大哥 來 好 右邊也有 要拍照的 粉絲朋友也有 好 希望大家呢 從後天開始 就要鎖定我們 掃氣力證 我愛你 每週日晚間10點在中視 以及8月6號開始 每週日晚間8點 東森戲劇40頻道 鎖定 掃氣力證 我愛你 好 這是我們的高中組的同學 好了嗎 各位親愛的媒體大哥朋友 好 中間再來一張 好 好 你按了兩張 中間是大學組的同學 開玩笑 接下來我們有請大學組的同學 留下來 巧巧 王子 許憲平 楊教授 掰掰啾啾 來我們幾位 是我們大學組的同學 其實也有一些同學 他們是從高中到大學 都有出現的 對不對 好 稍微往你們的右邊移一點 稍微右邊移一點點 好 客廷 謝謝 這是我們大學組的同學 這是我們大學組的同學 消息地震 我愛你的大學組的同學們 的一個合照 好 好 左邊 好 好 有嗎 中間再來一張 好 好 謝謝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請中佳 我們請巧巧 好 珮奇姐還有一帆 我們三位 爸爸媽媽還有這個 Fiance等一下 你們三位 等一下有機會 你們三位 中佳 不用擔心 因為我在想你 有一張默契 在你手手裡 住在你的心裡 好 好的好的 你說什麼都沒做 中佳 我的生活 歡迎你 製作 這一次呢 其實也算是 我們珮奇姐 突破以往的系統 完全不計形象的演出 大家記得還是 有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來 你們左手邊這邊 有拍到了嗎 中間有拍到嗎 中間大哥這邊也來一下 好 好 有嗎 各位大哥 好 中間右邊那個位置 在檸檬的那邊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大哥 接下來我們 有請我們再繼續影片的 三角關係的 曾之橋 還有王子 倫 算三角吧 你累了是不是 還是我先代替你拍 搞什麼 好 要不要 要不要 要那種 對啊 抱來抱去那種 欸 這也太可憐了吧 對 我愛你你愛他這種感覺 好想去搭你的肩喔 好想你們要出發去哪裡 沒有沒有 先這樣 先這樣 好 你們的左手邊 左手邊 左手邊看一下 左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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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究竟這三個人的戀情在戲裡面會怎麼樣發展 大家持續期待一下 有什麼建議嗎 一 二 三 應該是勾手吧 勾肩喔 可以勾 你穿裙子不然其實應該來個公主抱 穿裙子算 有嗎 各位親愛的美大哥朋友們有拍到嗎 好 那我們謝謝以倫 我們要留曾志喬跟 哪邊 來個動作是不是 有什麼建議的動作 掃吸 立正 敬禮 你們三個是掃吸 立正 敬禮吧 不知道下一集會不會是 非禮物事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就這三字猴子出來 掃吸 立正 敬禮 是什麼特殊平均 掃在你手裡 住在你 不要擋到她的手喔 不要擋到她手戲的手 從前的來下 掃吸 立正 我愛你 好 有拍到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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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請 謝謝以倫 喬喬跟王子兩位留步 我們男女主角 CP的這個部分 給大家拍一下 一個只婦為婚的一個關係 嗯 不知道這張照片 王子又會把它傳給多少人呢 一直來拍一下 我們合情有幸 遇見註定 來點到不行 好 右邊那邊 好 都有拍到嗎 中間再來一下 有嗎 各位大哥有 大姐有拍到嗎 好 好 好 再拍下去要喇嚇了是不是 冷暖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小小可以休息一下 好 兩位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請以倫 兩位在拍是不是 單 有有有 快CUE 有三拍 不要緊張喔 接下來我們先請以倫先 以倫先 以倫 對 單拍 以倫單拍 通常是被偷拍之後 然後就說出事了 然後放出來照片 好不好 寶兒是 不是你 是你團員的 不然你拍 好 來 帥一下好不好 這次在這個片畫裡面 看到以倫整個角色 感覺是很熱情 然後很直接 有愛就直接說愛 很另外一個類型的男生 跟男主角這種很多事情 放在心裡面是不同類型的 通常有很多女生 會喜歡這類型的男生 這次代表的是敬禮 你一定每張照片都這麼帥嗎 你可不可以醜一點的 沒有開 這麼好CUE 好的 謝謝 左邊這邊有拍到嗎 好 謝謝 謝謝以倫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王子 你推好細喔 來 好王子 對啊 你主角都這樣 高出不深喊 好 都有拍到嗎 都有捕捉到王子帥氣的聲音嗎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巧巧 到我們中間來 最後你的單拍 我真的覺得 我有點扯 認真到像個末日 好的 這邊是我們最後巧巧的單拍 那再次提醒大家 從後天開始 就可以鎖定我們這個戲的播出啦 7月30號開始 每週日晚間10點 在中視 8月6號開始 每週日的晚間8點 在東升戲劇40頻道 也會播出 請鎖定這麼優質的戲劇 由我們金鐘製作團隊 我們的三鳳製作 我們薛哥帶領的三鳳製作 把它做出這麼 優質的一個戲劇 好 都有拍到嗎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請演員 來我們舞台前面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 平面電子 電子聯訪的時間 那我們電子聯訪先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呢 還有平面的聯訪 平面聯訪我們會在 後面的休息室進行 來我們請演員先站一下 演員先站一下 然後我們要拿麥克風給你們講話 那今天的記者會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呢 各位媒體朋友 或是各位粉絲朋友 把這個消息傳播出去 這麼優質的戲劇呢 即將就要上檔了 記得從第一集就開始追好它 追好它 更好它 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揮揮揮手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辛苦了 我們留下來聯訪的 我們請 曾志喬還有王子 宇倫 金帝 光翰 好 我們請這幾位 留下來參與我們聯訪 其他演員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辛苦了 謝謝你們謝謝謝謝 我們請剛剛練到這五位 請留下來接受我們的聯訪 謝謝我們其他演員 在後面去先休息一下 說不上我什麼 說不上我什麼 但是又快樂 在進行著 好 謝謝大家 謝謝那提醒剛剛有接到紙飛機的 各位朋友 裡面會有兌換券 記得去門口兌換你們的獎品 謝謝 髮型 跟音樂髮型的一樣 對 好耶 好耶 機器在哪 謝謝 謝謝 一二三 OK嗎 麥克風OK OK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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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四五三 九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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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好 有很多很多的 我覺得 讓大家回憶起來 會覺得說 唉我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有沒有哪一步 或哪一個選擇 其實我現在想起來是很後悔的 當初為什麼不夠勇敢 等等的 那我覺得我們同時可以陪伴著 正在經歷這個青春期 在追尋自己的夢想和案情的人 同時也讓所有的大人 有一個反思的空間 然後充飽店 再繼續邁向未來的挑戰 對 黃子跟巧巧特約五年合作 你們有接到這齣 可以一起合作有沒有 超開心 他還不告訴我 還瞞了一陣子 對 因為我很怕沒有確定 對 怕破棄 等穩定交往 不是穩定交往 穩定交往再公開 穩定的時候再公開 對 那我真的蠻開心的 然後因為 第一個女主角是她 然後 這個劇本真的是 我看了就非常喜歡 然後 我們其實這部戲拍了有半年 差不多快要 那真的是 這個緣分真的是很深 然後我們感情也因為拍這部戲更昇華了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這部戲 對 自己家本來就好朋友 所以你們工作上沒有默契的問題 基本上 你不要考我們默契考驗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一要考的時候我們就超懶 蘋果或是社交人 要同時講答案 對對這種就 對 一二三 火鍋 嘿 欸你們兩個怎麼 他們兩個在談戀愛 對啊 不要考那種考試 不然拍戲其實 他的一個眼神或一個動作 其實我們大概都蠻了解的 就是剛開始 因為我們戲是跳著拍的嘛 所以也有比較親密的 那一開始我們畢竟就是 一般朋友 我們私底下沒有什麼情愫啊 所以突然要來這些的時候 也是會尷尬啦 對 會啊還是會 你跟你好朋友親嘴感不尷尬 超尷尬 超尷尬 幹嘛呢 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但是後來我們有講開 想說 嗯不能這樣子 我們要把 請你愛上我 謝謝 對 我們要互相愛著對方 對 你們演小球啊 就演那個熊二摔 你這樣子有沒有就是 就是會不會覺得 有點困難 要摔個男人 會啊 那天其實是很感人 因為其實 大家不要看我一臉會運動 我會運動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 就是做這種比較重量的運動 所以那天其實我是摔不了的 我們試了很多次 然後我又怕我害以倫受傷 然後我又怕我耽誤現場 然後結果就是 王子就有幫我示範 他就是先去幫我走位 然後摔給我看 然後我再跟以倫 然後以倫又幫我就是他跳一下 然後我才終於 試了很久 才終於把他摔過去 你們覺得這次是最大的嗎 欸你們講一下 都是我在講 大家好 我是忠實到十一 今年十七歲 對要說出自己十七歲 那一句過了 我這一檔就過了 對 對啊 其他人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話 我挑戰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面談 就是他很內斂 他不能太多情緒都表現在臉上 所以我覺得 對我挑戰是比較壓抑一點 嗯嗯 好繼續嗎 從這裡繼續 我覺得王敬禮的挑戰是 我必須要對劇本 王敬禮對感情的狀況是 什麼時候是什麼樣子非常清楚 因為不可以只有我知道 我必須要傳遞給所有的觀眾看說 欸什麼時候他開始改變了 所以我必須要對劇本非常非常清楚 我覺得你要讓觀眾認為 你從來一個很親父的人 然後到真的愛上我是一個 對 什麼時候開始誠懇 對對對 那你們對自己有什麼挑戰嗎 就是 欸覺得就是 就是有沒有立什麼目標 什麼收視過幾過幾天 可以幹嘛 嗯 其實說實在話 真該是我們 呃 有史以來 宣傳做的 最猛的一次 也是因為我們有足夠的後製的時間 以前有些戲就邊拍邊播了嘛 那我覺得來自於 倒不是說這個得志心 是來自於 這就像我們的寶寶一樣 對 我們每一個人啊 都從 對我們每一個人從一開始 就是都覺得說 我們一開始就很投入了 但是後來你在整個拍戲過程中 你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員 製作團隊 然後到每一個演員 因為你看到別人給很多 你就會覺得 我還在保留什麼 我也要追上他 你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會看到很多人 他本來就不錯 但是他又突破了他自己 所以我對於每一個新人演員 也是真的就是掌聲鼓勵 我覺得他們也給出了他們 很突破的一面 你跟自己的大挑戰嗎 就是收拾破題要裸泳還是幹來的嗎 就是王子說破舞他要跳脫衣舞 沒有那是新帝吧 那是新帝吧 他自己說的 我覺得我們女生 有畫面為整 我覺得有女生 我可以幫他脫啊 我們可以裸 我們可以露個小背 可以沒問題 但是男生一定要裸泳啦 因為我們最近要先進去 本系一大看點 就是小鮮肉超多的 對 就是 那我們就派出最鮮的 對最年輕的以倫啦 最鮮的肉 對啊 可是你在距離都脫了嗎 對我在距離有 第一集 不要推來推去的啦 聽姐姐一句話就是都脫 好如果破五五個男生吧 破五五個男生 破六 去抖六 又來 水晶火雞 破五個男生吧 我覺得先男生來 反正只要大家不要擔心啦 說書力好我們一定會 一定會回報大家 對 就是我們還沒有想好說 我們還沒有想好說 要怎麼樣去回報 我們想好說是怎麼樣 用最棒的方式 絕對不可能就這樣再過了 對 大家放心 而且你知道剛才巧就說 我們真的是用真性情在演 你知道剛才我在看片話 我第一次看嗎 他一哭我就在下面 我就在許光漢旁邊 一直落淚說 天哪 怎麼辦我臉會不會 剛剛有想過你的初戀情人的 人的那種 想過初戀情人的臉有人嗎 我才看三分鐘我就想過 真的 第一次喜歡上一個男生的那個臉 對 然後那種 真的喜歡嗎 天哪我已經超喜歡 我喜歡他的那種 你發現的時候已經 完全陷入完了 對 真的蠻強的 然後那種很喜歡 又沒有辦法在一起的感覺 真的太揪心了 而且在劇中他就是我好朋友 所以我一看到他這樣哭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他別的 自己拍的狀況 我一看到哭 天哪我就覺得我是李如屁 你知道嗎 我就在下面就覺得 天哪他怎麼那麼難過 我就整個揪心不住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 就是用心在演 想到他哭我就犯累了 想到他哭我就犯累了 什麼 大家認識一下 但是我相信 巧巧蠻有智慧的啊 就是他的眼光應該也蠻好的 對 只是我會覺得 在這個戲當中 我們感情又昇華 原本是好朋友 就變超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很多心事都會一起分享 對 就很在乎他的感受 可以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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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